面对六祖慧能的时候 去顶礼六祖的时候 他们脑袋就是不挨地 就是不挨地 所以六祖说了 你心中必有一物 你心中肯定有一个障碍 什么障碍 按入法大陆 我读了三千遍法华经 这就是障碍 他觉得我读了那么多遍 我说这就是资本 什么资本 你要是真的是资本 你那脑袋就挨地了 五体投地 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资本 迷失转法华 迷失法华转物 转法华 连法华经来活起来 你用法华经 把法华经的那种精神感悟到 这才是真正的 读了三千遍法华经的 一个修道人 否则你读了三万遍 还有什么用啊 没有用的 说心里话 要去用心去感悟 心去领会 去解决一些实时迹迹的问题 这才叫学佛 学佛就落到了实处 所以这里面才说的 见性学道难 不见性 是学不了道的 见来性还得要 理论和实际就相应的 所以说 这个不是靠说的 是靠做的 所以说成为修道上的障碍 我们就要去突破它 所以从理论上升到实际 上升到实际 是一个佛教徒 必须要走过的路 对吧 你刚开始你说我什么都不懂 然后去懂去了解佛法 最后懂了 原来路是这样走的 对吧 我们去研究地图 原来从哈尔滨到北京 是这样走的 你如果永远也没有走过 请问你怎么能够知道 这条路是一条光明大路呢 你得有经验呢 最后的来证明 这条路是可行的 完全可行 所以说 大家 包括我自己 都要在这上面 要有一个怎么样 要有一个改变 要真的脚踏实地去做 下面是随化渡人难 随化渡人难呢 就是随缘叫化渡人太难了 随缘叫化 我们愿意随缘吗 我们不愿意随缘呢 对不对 人家敲我们 我们不给开啊 对不对 然后 没有缘我们拉着人家 我跟你讲讲 我跟你讲讲 讲什么呀 对不对 我不爱听 你跟我讲什么呀 这都不是随缘 随缘你问我 我可以跟你讲 你不问我 我不讲 我不拉着你 我给你算一挂 那都想到 对吧 所以说随缘叫化难 随缘叫化 对吧 渡人更难 为什么 为什么难呢 这人要求的 和我们要给他的 跟他就不一样 怎么一样呢 我们要生坤 要发财 对吧 然后看看极胸祸福 我们就告诉别人 改变你的心 他是改变我的心 我还会问你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就叫 有缘与没缘 渡人太难了 对吧 你想想众生难度 为什么难度 每个人都有棱角 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我知 每个人都怎么样 七个不服 八个不分 每个人都希望去影响别人 而不被别人影响 不都是这样的吗 所以怎么样 他可能 你就是说的再好 他整天拿着一写微镜 给他观察你 看你有没有毛病 对吧 拿着放大镜 就看你的毛病 那你的毛病就大急了 对吧 所以说 渡人太难了 你还必须得说到 你还必须得做到 你说到了 做到了 还未必能够影响别人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 渡人特别难 尤其是渡什么样人难呢 渡你最有缘的人 你的家里人就更难了 你渡别人吧 别人也不知道 也反正听 也不吃你的 也不喝你的 也不跟你发生什么 生活中的摩擦啊 这个交往啊 也不跟你犯什么故事 你说了啥 人家特别感动 对吧 无缘无故帮助别人 当然很容易就被感动了 但是你家里人都不一样 你帮助一点 他心里 他说你心里有鬼 对不对 所以你才这样做的 你不帮助他 他心里又非常失落 所以你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对不对 你帮助他 他又觉得 你那是迷信 常常他会 很麻烦的 很麻烦的 你说不清楚 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 关系 他又 你比如说你学佛 你让他学佛 他不会干的 对不对 那么你怎么样的 跟他保持距离 你把你自己的佛 实在很好 高高兴兴的 他就会非常嫉妒 他会非常好奇 他就会研究 说你这到底什么 他就偷偷摸摸的看 之后他就进来了 你信吗 对吧 你要故意的去度他 肯定度不了他 不信你试试 对吧 所以很多事情 你要讲究方法 度人呢 还得度人 度人呢 为什么还要度呢 度人对自己有帮助 度人不白度 我告诉你 度人你才利益自己 你不度 不度你的我值 那怎么去消化呢 你的功德怎么积累呢 度人了 你才知道 有那种非常美妙的乐趣 对吧 才让别人感觉到 那个佛法的魅力 生命力 不然的话 你自己都怀疑了 你看我跟人说 谁都不听 这看着意思 佛法它就不是真理 对吧 那你想想 我们把佛法的真精神 掌握住了 我们跟谁说 谁都服气 那你就更加坚定了信心 对吧 你会怎么样啊 满怀信心 满怀欢喜的往前走 而更多的人 更加相信你 这不是怎么样啊 辗转增上 良性循环 对吧 你跟谁说 谁都不信 最后你也不信了 你也跑了 对不对 立即攻去了 或者学别的教训了 这个难免 我们曾经发现过 很多的局势 是这样的 对吧 没有抵抗力 没有定力 他觉得 这多枯燥 这多乏味 而且还虐待自己 你看看 别的教 什么都可以吃 这佛教 不行 对吧 不行 他自己就说了 对吧 甚至 乃至 你想想 一个曾经是佛教徒的人 如今他去学别的教 他就告诉我 他说我认为 这人不吃肉 不正常 那是 我说那你看我不正常 对不对 他不好意思说了 对不对 我说我自己感觉正常 这比什么都强 我自己感觉好 对不对 这是别人无法剥夺的 你知道吗 没有办法 别人谁也躲不去 我自己感觉好 如果你自己很脆弱 他说 哎呀 那学乎不正常 那得了 那我今晚就开始 正常 我就开始不吃素了 我就吃肉了 我就正常了 你是按照别人的标准 你去吃 你自己的呢 你自己的信仰 不就没了吗 当然我也不希望 强迫哪一位 尤其是居士 他的姻缘 是社会的姻缘 他要面对 社会的姻缘的时候 选择一个随缘 当然他如果有一天 姻缘比较成熟了 比如说我在北京 认识一个居士 前几年是军人 最后的原来喝酒 吃肉啊 他确实很潇洒 也很滋润 也觉得自己很风光 现在肉也不吃了 开始去闭关 去修行 那你觉得不是一种 非常大的转变吗 如果没有那么多年 去接受佛法 去了解佛法 去消化他 不受益 他所有人不干 他给我打电话 我印了很多 无量寿经法师你要不要 我说我的仓库里还那么多呢 对不对 我没法要 对不对 他说如果你印别的 你跟我讲 我说是啊 那个时候再说 对吧 因为这种书太多了 很多人 是把这个经书啊 他不是拿回去看的 很多人印的目的 也不是想给别人看 就是说 我就想做功德 我把这功德做完了 你爱看不看 反正我做功德了 是不是这样的 往往是这样的 对吧 反正我做功德了 反正我放生了 你爱死不死 爱活不活 我管你呢 反正我放了 反正 那你考虑过吗 你考虑事物的结果吗 你要把这个功德 要做圆满了 对不对 你印的经书 让别人 别人去读 去消化 去受益 那你的功德就圆满了 那你做 你印这个书之后 让别人都放在那儿睡觉 那不圆满吗 所以要对积 要弃积 对吧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随话 度人满 不要以自私和狭隘的观念 来 学佛 心量要很大 要有容 要能够容纳 当然这比较难 虽然难 不就是在锻炼吗 我锻炼的过程 你一点点不就大了吗 堵径 不动难 堵径 不动难 就是 你看到外景了 对吧 比如说春天的百花 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都很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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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前提 美妙的前提是什么 若无闲事挂心头 如果你不执着他 你执着他 就是闲事 便是人间好世界 什么季节都好 哪一天都好 对吧 什么东西都好 你不执着 你不挂爱就好 但是前提这里面说 堵径不动难 这就是不动 对吧 别说 这世界里面 你喜欢过哪一季 说我喜欢过春天 我跟你说 你就过春天头了 春天过去 你就死了 你不要活了 你行吗 你不干呢 你还得说 我再等明年 那个春天 我想等更多的春天 对不对 人都会这样 所以怎么样 你要面对境界 心里的如如不动 不要去执着 不要去挂爱 我可以这么讲 哪个季节就都好 哪个时间都好 哪一天都好 日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事 对不对 所以堵径不动了 你想想 我们的强烈的分别心 能不分别吗 能不挂爱吗 所以说 所以说 不容易啊 不执着 不挂爱 所以 每个人又 又必须是执着和挂爱的 所以他才是一个正常的人 而你在一个 必须是执着和挂爱的 一个过程之中 努力的 让自己 学会的 代化 执着和挂爱 久而久之 你的承受能力 就怎么样 就强大起来 你就坚强起来了 无所谓了 对吧 花开花还谢 花谢花还开 我们曾经说过 我说 这个王恩时日做了一首诗 说 春风春日有时好 春日春风有时恶 什么意思 说春天的太阳 和春天的风啊 它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好和不好 它不是固定的 对吧 下面这句是 没有春风 花不开 春天这个风不刮啊 那不送暖的话 那花怎么能开呢 花就不能开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缘 那下面又说了 花开 还被风吹去 就花开了 开了一点点戏了 这风又把花给吹没了 你说花好 风 你说春年的太阳好啊 还是春年的风好啊 还是不好 也不是好 也不是不好 全都是缘分 你说是不是 对吧 当六祖惠能大师到法兴市 就是今天的光孝寺的时候 俩和上在那争论 是这个风动 翻动 对吧 争来斗去的 可能斗残疾 可能说了半天 六祖惠能在旁边说 非风动 非翻动 乃人者心动 不是好 也不是坏 也不是好 也不是不好 对吧 你站在一个 闲矮的境界 你说这事就是好 那事就不好 没有好 没有不好 对不对 你随缘最好 什么随缘 爱好不好 好就好 不好拉倒 无所谓 对不对 所以你心里不执着嘛 对吧 所以说 堵径不动 非风动 非翻动 乃人者心动 就是我们心的分别 我们呢 不执着 你就达到了目的 所以说 堵径不动 是修道上的成就 但是我们往往是堵径会动的 会怎么样 会跟着胡思乱想的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甚至是一种活在一种错觉之中 举一个例子 晚间的走路的时候 你看到一盘的绳子 你看到这个绳子 突然间被吓死了 因为你不认为那是绳子 你认为是什么呢 你认为那是蛇 一下就趴那了 一下就死了 蛇还没能够来咬你呢 你自己把自己吓死了 对吧 后边的人拿着手电一罩 是这么一条绳子吗 所以后边的人就没有死 前面的人就吓死了 所以你说 这个堵径不动 是不是难啊 太难了 对不对 我们也是一样啊 我们老师 谁好那是不好 所以你的情绪经常变化 对吧 情绪经常变化 这人你说会不会有病啊 肯定有病 对吧 所以病 就是从分别心来的 就是从随境左转中来的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呢 都需要 力竞 练心 力竞练心呢 就是你面对他的时候 你要自己 反观自己的心 动一动 对吧 不要上当了 不要受骗了 我告诉你 我们往往是脆弱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 也没有什么不好 你上当了就不好了 你要不上当就好了 对不对 你不执着了 海阔天空 你要执着 就是障碍 就是六道轮回 这是 不进 不动 南 下面是善解 方便 南 很多人 学佛呀 不知道 什么叫方便 对吧 就是说不网语呀 不网语呀 别人说了点网语呀 刚刚一怀 他撒谎了 他撒谎了 什么叫撒谎啊 什么叫网语呀 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说 网语呀 是那样一类人 什么一类人呢 自己呀 没有成福 就跟别人吹呀 我成福了 自己呀 没有跟地上 没有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你说过什么话 也没什么缘 一旦鬼嘛 就是说我 天天跟地上 谷说聊天 我天天跟阿弥陀佛 对话 对不对 我正得极果罗汉了 我天天上极乐世界 溜达 然后我就知道 你是什么病 我就知道 我告诉你 地上 谷说那 早给你算一笔账 大家吓傻了 你想想 我告诉你 不证 人证 看不见的 说看 还说看见了 对不对 没有证得国位 他那时候自己证得了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遇到灾荒年头 这些和尚 五花八门 那个时候应该说 还是证法呢 我告诉你 那时候故事就发生了 你和尚就开始说 我证得罗汉国位了 那时候我证得二国 那时候我证得三国 那时候我证得四国 那时候我成菩萨了 我都大自在了 瞪着眼睛跟他吹 那几日懵了 但是谁证得国位高 我就把这粮食 就把那好吃的送给谁 弄得大家都互相吹牛 福 马上就把这要戒制了 波罗一戒 我告诉你 你那个大王一戒 我告诉你 但是那小王女啊 所以为什么就不解方便呢 善解方便呢 是最好的去理解 去感受方便症 方便症 佛法讲方便 方便什么 十元教化 你比如说 东北人的冬天 他就吃年度包 吃年度包 你跑南方 他不认识年度包 他这什么玩意儿 他不认识 你说你 你跑到东北来了 那你就得遇到这个 他就有一个名词 叫年度包 他跑到南方去 说年度包是什么 他不知道 曾经有个故事 什么 什么浮溜浮溜的 什么 不有这话吗 整个浪啊 什么 他哪知道 我们的地方语言的丰富 南方更丰富 你得承认 我跟你说 对吧 所以他不懂 这就是方便 这没有善 没有恶 没有好 没有坏 这就是我们日常运用的一种方便的 对吧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说 非常正常 因为你说这种话的人 低贱吗 不低贱 对吧 你认为低贱了 低贱了 你不认为低贱 它就是地方语言嘛 没有什么呀 比如说张三 说李四 说他不好 对不对 那王二就听见了 王二就传闲话 这张三 说你不好呢 这李四和张三 这个张三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之后 谁说的 不是你说的 你说我没有王宇啊 是你没有王宇 两人打的 最后他们打出人命来了 你说 对不对 因为什么 因为他俩问你了 你说 他说你不好 他说你不好 什么方便 能够利益众生的 能够不让众生起烦恼的 那不是挑不离间的 能够让大家和和的 能够去往道上会的 不是大王宇 那就是算挑方便 那就是智慧 那就是福法嘛 福当年在世的时候 你想想五百商人 那个五百商人 这个遇到一个盗贼 这个强盗 要把这五百商人 干掉 那佛因地的时候 就把这个 这个强盗 把他杀掉了 这就是方便 因为什么 因为他要算大仗 不算小仗 现在我们很多人 算小仗 不算大仗 是他说 我得罪他了 我要下地狱 就是我要把他杀了 我要下地狱 你没有一点 那个 牺牲和奉献的精神 你总是考虑你 对吧 你总是考虑你 重要的问题 看你的发心 现在很多人 不敢坚持正义 不敢坚持正义 对不对 那个人明明偷了 明明干了坏事 在庙里 你问他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就问别人 他说我要输了 我得下地狱啊 什么叫下地狱 你不说才下地狱呢 你说老华童 你的我执比谁都强烈 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因为不是你要泄自愤 所以弄了半天 很多人都误解佛教了 这佛教徒 都是一些什么人呢 怎么都莫名其妙呢 说真话都不敢 对不对 说假话 你又听好几个 对不对 有很多打电话 反正 我说到底是谁干的 我不说 我不说 你把电话去撂下 你还跟我扯着干什么 对不对 那你不说 我没事哄你玩啊 对不对 你说你让我说什么 如果我们都有正义感了 佛教就没有办法不好 对吧 都是没有正义感 都是铁管里八言集 你糊弄我 我糊弄你 那好得了吗 大家互相糊弄 欺骗 没有那种 这是什么 这就是善调 对不对 善调 当然了 你不要直接 你拿着刀去跟他俩干 你直接指望他 就是他 就是他 你可以方便一下吗 我们也不一定说就是在 马上就把他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们要对他负责任 你防止他下地狱 防止他造更深一步的罪业 所以也是对他负责 你考虑你的慈悲心 要引发出来吗 没有 从来没有 不想这些 对不对 只是自己考虑他 我要说他我就得下地狱 这我要下地狱 想想不划算 就装划头了 就变成划头了 都划呀 他就毕竟 哎呀 那划头 那划得太厉害了 有一句话 说这个曲线半径啊 处处相等 摩擦细数 点点为零 上面是什么 那个横皮又圆又滑 那你还成什么佛呀 对不对 连一点正义感都没有 对不对 戒定会 你什么都没有啊 你的世间的老划头 那你说会怎么样 大家谁看谁反 事实上是这样的啊 连孔子在那个论语里面都说 相怨 得之贼也 什么相怨 就是划头 划头 谁都不得罪 最后谁都得罪 谁都反你 这家伙最划头了 都不要理的 道德的贼 那你说是不是啊 很多人就这样啊 对不对 如果大家都划头 那你说 那什么事也做不好 那福法谁来说啊 对不对 我一说我就有压力啊 外边的假的太多了 你看他说完了 之后大家都知道 你假的 都明白了 最后那假的能不恨我吗 我一考虑假的恨我 那我不能说 我千万不能得罪假的 可我的良心 我的责任呢 我的身份呢 你不说谁说啊 我不说让别人说 那瞎扯 你都不敢负责 你要谁负责 所以我说了 我说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理解 说方便和随便之间的差别 随便而说自己 他本来喝酒吃肉 他本来 他自己心里面 贪得无厌 他自己就想吃想喝 想胡闹 然后就说 我这是方便 那错了 对吧 这不是方便 这是随便的 对吧 但是如果说 你如果你是居士 如果想吃想喝 那没有关系 但是我劝你别厚罪 劝你别杀伤 那你总可能做到吧 这不就是方便吗 但你说我这假一方便起来 就完了 不知道北在哪了 就随便了 那不行的 方便是智慧 你是智慧的选择 随便 随便是轮回 随便是轮回 这是不一样的 方便 对吧 方便想把一件事情 做得更圆满 想广洁善缘 对吧 想对众生的法神会命 去辅责 不然的话 说实话 佛教的第一体 是无言可说的 今天我们做到这里 讲经 讲经就是一种方便 没有这种方便 那你怎么可能 感受佛法 了解佛法 不可能 所以这本身就是一种方便 而这种方便 有几个人能感受得到呢 有几个人愿意坐在这里 为佛教负责呢 我希望 我不是一个 孤独者 我愿意大家共同来做 对吧 经佛法的兴旺 需要什么 需要四众弟子 共同来努力 绝不是我经过一个人 你需要更多的法师 都坐在那讲台上 都来讲 佛法他要是不好 那才怪了呢 而且都要去做 能不好吗 对吧 这是一个关键 这个关键问题不解决 那佛教他就行程不起来 所以我希望 我希望 这个 我们的佛教徒 要有正义感 讲原则 因为你讲原则 讲正气 对吧 讲跟佛法相应 讲随缘 讲善巧 讲方便 但不是随便 同意 不是投降 对吧 他有区别 圆容不是圆滑 对吧 这不是很关键吗 对吧 所以说大家知道 有标准 你不要把那种 哎呀 这个 菩萨界里面说 说四中过 对吧 根本就有一条 说四中过 对吧 不许说四中过 哎呦 这讲不得了了 这讲不能说四中过 下午我就憋着 我就不说 装作如如不动的样子 心里在强烈的斗争 事实上自己也是 自己憋着也难受 因为他还怕他来持戒 这怎么行呢 是你用智慧来持戒 这是关键的 就像有的人说 哎呀 这家伙要是过酒气啊 五百事无守 这下麻烦了 我要没守了 他考虑 还是我值 若你为了众生 可以 我可以摸走 你有那种牺牲精神吗 你没有 对吧 我们一点点牺牲 精神也没有 利他的精神也没有 那是自私和狭隘 那还是轮回 所以受了菩萨界 也是假菩萨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能够真正的那种理解 佛教的方便 而这种方便是来自于智慧 智慧是什么 是圆融的 圆融的 但尽管圆融的 说我做这件事 这样做也对 我这样做也对 但是还要横顺众生 众生能否接受 对吧 众生接受的 我就多做 众生不能接受 我不做 但事实上众生不能接受 那个也没有什么对和错 因为在佛法里面 没有对和错 只有一个什么 你必须清楚 要么轮回 要么解脱 解脱的就是没有对和错 轮回的 有好有坏 有对有错 但是我们为什么说 还要做对的呢 诸卧墨座 众生奉行 横顺众生 众生看到我们 能够规范自己 能够不受那种 贪神痴的左右的时候 本身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仰慕 对吧 不然的话 你说我们比谁都坏 那你说所有的话都没有用 对吧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我们如果能够相对而言 相对而言 比别人做的好一些 你说的话就有力度 不就是这样吗 对吧 但是如果你不执着 你能达到不执着 这才你学佛的根 这是关键 所以人生的二世难呢 我们讲了 讲了 我希望大家呢 都克服这种难 都能够通破这种难 因为难不是难 是心理的障碍 心胸的狭隘 对吧 所以是我值 是我骂 对吧 是随境所转 其实你都是可以改变的 因为什么 都是梦中事 都是幻化事 包括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 其实有一句话就 人一时风平浪静 对吧 这个让三尺什么海阔天空啊 这个都有这样的话 为什么 因为你在忍的时候 你在让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对吧 如果你不让它变化 就说明你自己的执着 制造 已经制造出轮回来了 所以你明得这样一个道理 那你已经突破了轮回 所以在这一点上 希望大家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如果你不去感受 那咱们研究这经还有什么用啊 经就是路 要走啊 走走看 不走不行 那么下面第十三章 问道宿命 沙门问佛 以何因缘得知宿命 会期制造 佛爷呢 尽心守志 可会制造 匹无魔境 构去名存 断育无求 那么这个时候 有一个沙门 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有一个沙门呢 就来向佛陀来请教 说如何得宿命通呢 怎么样得到我过去 我知道我过去是干什么的呢 对吧 我跟你说 那个时候 被和尚就关心自己前生是干什么的 我们很多佛教徒 现在也关心自己前生是干什么的 我们的很多佛教徒不是说了吗 你原来你是王母娘的三姑娘 你瞎扯 这真都是这样说过的 真的 确实这样讲的 我前些年 我刚出家那时候 就瞪个眼的给他吹 当时我觉得很奇怪 她是王母娘的三姑娘 对不对 现在得想想 她过去是 她现在不是已经不是了吗 那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你骄傲已经过去了 已经没有用了 所以再关心过去 纯粹就是傻子 所以如何得宿命通啊 所有人都想知道 知道得宿命通啊 神通 这是对机说法 这个撒尼也是完全呢 完全是因为知道众生的根气 才这样问的 对吧 这个撒尼问的好 完全是 针对众生的弱点 那劣根性来问 我们关心 所以你现在在这里就能得到答案 佛就说了 说什么呢 这个 就是如何得神通呢 你得了神通了之后啊 你才能够真正的去 从道去相会 这个撒尔门来问的 说我过去是什么 我现在 我才能够更好地来修道 对不对 知宿命 晦气之道 我才能够来修行最圆满的佛法 知道吗 是最圆满的佛法 佛爷呢 尽心守志 佛就告诉他了 说你啊 你要尽心守志 你要怎么样啊 你要清静你自己的心 什么呢 清静你自己的心 你不要去关心这样的事情 你不要执着任何事情 守志 对吧 你要一心一意的怎么样啊 同佛道 也就是同空性 就是志向 空性 最圆满的佛法 其实 归一的时候 我们说过 归一佛法生三宝 佛有三身佛 那么什么 那其实就是法身佛 所以这里面就说了 说是 静心守志啊 你的清静心代表着 你不执着 你不挂爱 你不执着 你不挂爱 而且你不会忘记 你修道学佛的方向 假如说 往生希望 极乐世界 那也是你的志向 坚定你的志向 对吧 你跟你自己 是王母娘娘的 什么三姑娘有关系吗 没有什么关系 你老听别人的干什么 对吧 甚至有人说 他是什么红孩 有两个护法 他怎么怎么着 我跟你说 都是瞎胡闹 对不对 我们过去那个 出家人的说句实在 那就瞎胡闹 有的出家人就瞎胡闹 在社会上带来一些 个不良的影响 对不对 能够怎么样啊 能够附体 什么附体啊 观音附体 起了怪了 观音附体 观音要附体的话 那还叫观音附体吗 瞎扯的 这根本是不正常的 所以说 如果我们能够 心静心 能够不执着好与坏 也不执着善与恶 不挂爱 我们做了 我们做这件事 明明是好事 但是你也不执着 因为你心里无助身心嘛 但是你也不去做坏事 当然你也不会执着 说我不做坏事 就是修道 你不执着做好事 也不执着 这个 不去做坏事 这才叫清静心 对吧 你看那个 能源经讲 七出真心 八魂变道 七出真心 争来争去 心没有了 渥男哭了 其实不应该哭 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笑了 但是渥男代表了众生 于是呢 他很惶恐 他说 这个我怎么没心了呢 没心不好吗 没心你不就自在了吗 他恐怕没心 其实没心最好 所以呢 他哭了 无心 是清静心 对吧 你看这秘图药节里面 偶一大师的秘图药节里说 心 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两中间 跟能源经中的七出真心 一曲同工之妙 也是告诉我们 心是不可得的 因为这个心 你的分别性 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 跟静 实 你分别了 于是你自己在想 哎哟 这个什么 这是一个佛殿 哎哟 那是个男居士 那是个女居士 哎哟 那是个师父 你想想 整个的一个过程 是一个缘起的过程 缘起是不定法 你可以不看 你离得很远 你会看到他吗 对不对 它是一个整个 一个不定的过程 所以说 你一若不执着 就是清静心 清静心是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 就把你自己学佛的方向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好 或者是你成佛也好 这个方向就不会改变 这个你要清楚 你如果不清楚这一点 那你马上麻烦了 你马上你就偏离轨道 你明明是怎么样 我是我要上西去 你拼命的往下跑 那么完了 下面是堕落 是毫无疑问的 你到西方去 那你的目标走错了 你还告诉别人 我是想上西方 那上西方 你怎么还胡干呢 你不可以的 所以叫 静心守志 可慧之道 这个才能够 同最圆满的佛法相应 知道吗 最圆满的 最高的佛法 所以才是智道 哪有智道 静心守志 就是智道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静心守志 可慧之道 同最圆满的佛法相应 可慧相应 对吧 可以同他相应了 前提是什么 静心守志 对吧 门心自问 我们能不能静心 能不能守志 其实大家都知道 没有静心 也没有守志 对吧 包括我自己 我很谦虚 不是谦虚 实话实说 今天就这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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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陀佛 无上圣神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斥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坐 那么我们上一节课啊 讲到第十三章 问道宿命 问佛法中的 关于宿命通的一些看法 那么应该说 这是所有佛教徒啊 尤其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这个学了多少年的佛教了 还依然感兴趣 没有办法诱惑力太强 对吧 对我们的吸引力呢 也特别大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走出这一个误区 那么让我们共同来分析一下 这个宿命到底怎么能够得知呢 比如说自己的仙人 跟自己的有关系的六亲眷属朋友 没有了 对吧 然后你就问 问法师 上哪儿去了 法师说不知道 你就觉得法师很笨 对吧 然后你就去问外道 问跳大神的 然后告诉你 升天了 入地了 真的对吗 不一定 不一定 为什么说不一定呢 因为你不知道啊 你要知道的话 你还会问吗 那么 怎么能证明他说的话是对的呢 没有办法证明 其实 如果说 下结论的 绝对不是 那个人 而应该是你 因为你最了解他 能否下地狱 能否上天堂 能否上西方极乐世界 我觉得第一发言人是你 绝对不是别人 对吧 你问谁家 你家跟前的人 你不知道 他平时胡作非为 无恶不作 然后就想着打王 想上西方极乐世界 可能吗 对吧 平时呢 一向都安安稳稳 一向都持戒修行 我没有什么大恶 没有什么大是大非 那你说 那这人会怎么样 那你不用问别人呢 三世英国 明确地告诉我们 欲问来生事 今生作者事 对吧 欲问今生事 欲问前生事 今生受者事 现在你感受的不就是前生 你怎么干的吗 你还问谁啊 问自己啊 能行自问 没有什么神秘的可言 我跟你说 你不要再上当了 好多次听你问谁啊 有没有问上面上极乐世界 这东西难讲 法师也不知道 法师也不知道 法师只知道元起法 对吧 缘分够了 你去得成 缘分不够 你去不成 再点说了 人家去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吧 我都确实做得好 怎么样 以那个人为修学的楷模 你可以加工用心 勇猛精进 对吧 如果这个人临命中时 就不得好死 对吧 眼睛都没睁上 嘴也没有闭上 恐怖异常 叫苦连天 又怕死 又不愿意走 那你说 你不也应该引以为戒吗 所以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什么叫宿命通啊 宿命通要去效法 佛的宿命通 所以在这里边 有一个刷门 出家人就问佛陀 问佛陀 他说 用什么因缘来达到 来知道宿命通的 来知道我们的前生 还知道我们的未来 怎么样才能知道呢 对吧 我们知道宿命通怎么样呢 来因此而达到 最高境界的佛法 所以知道吗 知道就是成佛 究竟的圆满成佛 我知道无难 对吧 我记得 五祖的信心名里面 六祖谈经吧 五祖的信心名里面 有这样一句话 说 知道无难 危险 简则 知道没有什么难 难办的事 一点点都无难 只是 最忌计的 是什么一件事呢 选择分别 这是最忌计的 对吧 我们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分别心上 都花费在什么啊 世事非非上 都花费在二元的世界里面 分别心的 来源于我之 那么 至到无难 危险 选择 选择 那么就是说 在我们看来 我们要改变自己 太难了 江山一改 秉性难移 无量节来 我们一直在轮转 一直在 这个迷茫中啊 轮转 在贪产之中 轮回 佛教讲 投出 投没 我们的头露出来了 然后又沉下去 然后又露出来 又露下去 其实轮回的境界 其实就是这样的 福音 静心守志 佛陀回答这个沙门 当然这个沙门呢 是替我们来问的 也替我们今天有缘的人来问的 于是就说了 静心守志 什么叫静心呢 就是 不要怪 好啊 坏啊 就是 做忌认的 是选择 分别 不是 你不要执着 因为 你认为好啊坏啊 那都是你个人认为的 没有一个实在的好 没有一个实在的坏 没有一个实在的高 没有一个实在的低 什么是好人啊 坏人的朋友也是好人 但是 好人的朋友也是好人 但是 他们之间会认同吗 不会认同 高和低也一样 对吧 长和短也是一样的 一尺 对一寸而言是长的 对一丈而言是短的 他们不是固定的长与短 所以你不要执着 你要执着 那就怎么样啊 你就住在上面了 金刚经说 不住 不住 你一定要不住 不住不是不面对 只是你不应该去住 但是我们已经住了很久了 所以改变 其实很难 所以这里面的静心就是不住 不住就是静心 对吧 那么一旦你不住了的话 你就静心 静心怎么样啊 你学佛的方向就保证了 什么学佛的方向 有人说 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没有关系 那是你的愿望 这个志愿呢 志向 就是愿力 对吧 你说阿弥陀佛有四十八愿 观音菩萨有十二大愿 第一个王菩萨说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这都是愿力 而我们一般的人 以为说 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请问 那些乱七八糟的垃圾 为什么还住在你的心里 那就是说 你并没有静心 静心就是不住 不是不面对 放下 不是放弃 对吧 不是放弃 你面对这种垃圾的时候 你要训练自己 不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每个人都需要训练 所以说 静心守志 静心守志 你要去训练 这个训练的过程是什么 立试练心 立试练心 对吧 经过一些事情 使用于自己的心 有承受能力 对吧 有承受能力 要不然的话 原来有个风吹草动 你会怎么样啊 随着所转 现在不会了 无所谓 对吧 甚至是视而不尽 无所谓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吧 所以呢 正是因为静心守志 可慧之道 就可以同最圆满的佛法 怎么样去相应 慧就是相应的意思 如果你能够那样做 你就能跟西方极乐世界相应 你就能跟东方的钥匙 琉璃光净土相应 你就能跟米勒净土相应 是不是嘛 确实可以这样的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啊 好好地想一想 我们原来怎么做的 我们现在怎么去改变一下 只是思想要改变 思想一改变 行为就改变 行为改变 结果就改变了嘛 对吧 结果一改变 你想想成佛就会有成就啊 学佛就会有成就 那就不是一个信的问题了 那是一个修的问题了 对吧 那么这里边呢 用了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应该说也比较恰当 他说比如魔镜 就是有镜子啊 怎么样啊 过去是同的 不像我们今天都是水银的 都是那个水银的 什么那个 然后呢 那个比那个铜的要漂亮 而且呢 清晰度要高 过去是铜镜 时间久了啊 这个铜就会生锈的 生锈怎么办呢 磨啊 对吧 不断地去磨 对吧 越磨呢 越亮 所以那个上面那个铜锈啊 就会去掉 去掉呢 那那个光明啊 就会产生出来 所以就够去名存了 所以其实修行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把你错误的思想去掉 错误的去掉 那么正确的就会显现出来 对吧 所以叫什么 破携显正 破携就是显正 有时候药是猛了一点 外科大夫恐怕手法喊了一点 那也没有办法 治病嘛 不是把你治死啊 对吧 所以说 这个佛经中呢 有些语言比较犀利一点 有些比较柔顺一点 比较温和一点 有的药呢 比较猛 有的药比较温 所以大家呢 要根据自己的体制 来选择用药 如果你一点药都不用的话 那有什么办法 那大概就只能病入膏肓了 最后只能是这样的 所以要改变自己啊 特别的难 特别的难 所以呢 在整个的过程之中呢 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怎么样 在修道的过程之中 这个用魔镜的比喻 其实就是比喻 我们断育无求 什么叫断育 欲望啊 财色明十岁 对吧 所以我们的很多佛教徒 对于财来讲呢 可能不计较 对明来讲很重视 可能单位里也没有 当过一个什么小官 一旦学佛了之后呢 总想当个小组长 这个我可以这么讲 也是一个障碍 也是一个障碍 对吧 当个小组长 他好好当啊 对吧 弄来那么去的就成精了 那不麻烦了吗 对吧 所以很多事情 对吧 你不要认为 是 你的我职在这上面 你得到了一种什么 得到了张扬 那对你修道是障碍 不是说 谁要跟你过不去 谁跟你过不去啊 对吧 家有家法 事有事规 哪里都有规则 你别看我是主持 我不能在这里一手遮天的 什么事情是大家需要研究的 才可以通过的 否则的话 那岂不是麻烦了 对吧 一旦这个权力 一个人的权力 不能得到一种约束 什么都别说了 这个人肯定会怎么样啊 临时方向 一定会的 对吧 所以说 有时候 对一个权力的约束 其实是对这个人负责任 不然的话 他不知道自己迷失方向了 那么断欲无求啊 那么有的人 对于民啊 不求 对于吃都很在乎 对吧 对于吃都很在乎 那么有的人呢 对于吃都不在乎 对于这个感觉 还有自尊心 挺在乎的 对吧 面子很在乎 对吧 所以这个都是一种错误 排场很在乎 都是 都是错误的 当然有人对睡眠呢 很在乎 当然了 你适当的睡眠是正常的 如果你过分了 那依然是一种障碍 什么事情 佛教并没有 不让你去做 对吧 因为你们是在家人 他只是告诉你 有一个度 在这个度的过程中 你去感受 你去体味 他到底是什么 一件事情的产生 就是一个条件 具足的过程 而具足会散 当散的时候 你再回味 那种乐趣 何在 没有乐趣 然后你慢慢的 只有一种什么 对家庭 对社会的一种义务 和责任的一种承担 在承担的过程之中呢 你并没有觉得 它是一种负担和障碍 而且你会历练的怎么样呢 柔韧有余 这是我的责任 我就高高性的把它做好 让别人感觉到 我们是在尽心的 也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